用刚刚这个绘制两个折线图的概念 如果我今天希望绘制401这一题折线图 那折线图其实他希望我们绘制的就类似长这样的 那其实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 他这上面还在加上标题 title 有没有 然后还加上水平轴的title 垂直轴的title 然后把这个线条给绘制上去 如果今天我希望可以绘制类似他要的这样的结果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里面的话 底下大概有一些相关的叙述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话 你可以直接参考我们云端上面 也是一样 第12个单元这边其实有原始码 你可以找到第12个单元第9页这里 OK 那把它Ctrl C一下 那基本上 这边有几个地方可能比较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一样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把我们的原始码切上 那把它Ctrl加 把它放大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根据题目 要绘制上面的这样两条折线图的话 那你会发现 纵轴的部分其实可以共用 我们主要呢 这个横轴部分的话其实可以共用 那纵轴的数据其实它会变化 所以我只要两个阵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资料里面提供了一个叫Data 1 跟Data 2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根据这个Data 1所得到的讯息 你会发现 那横轴的部分呢 横轴到底要怎么跑 所以你会发现 底下这边有横轴 距离的话呢 它的范围就从1 到它总共的 有没有 长度 后面加1 为什么加1 尾巴可能要多一个 因为它总共有几个 2 4 6 8 8的话总共呢 也就是你距离的话变成1 斗点的话 斗点到8 等于到7就停下 那其实它要跑到8 所以变成把它加1 让它延伸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舍弃掉0的部分 所以后面呢 变成要多一个单位 放最后一个资料 否则会放不下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这两个 有点像是我们刚刚练习的 那个List Y的部分 Y1跟Y2 OK 它底下这个指的是List X 那两个共用 那接下来如果说 我想要把这个 两条线绘制在同 刚刚我们是分别绘制嘛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一个 一行程式 我要画两条线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允许让你 一个叙述 画两条线出来 只是说你必须要符合 它的参数位置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 它必须要给一个什么 SEQ指的是这个Y的部分 跟你讲 X的部分 等于是X的部分 把X的部分放在第一个 然后再放 第一个是什么 它的Data 等于是放 第一个线 然后它线的话 是蓝色部分 所以蓝色 节点的话有没有 O嘛 简简的话 等于是这个虚线 然后呢 再放第二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也是它的X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资料 然后一样画是红色的线 然后节点一样是点 宽度的话部分 就是只要一个叙述 两条线都画一样 当然你两条线 也可以画不同除夕 OK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轴的部分要读高 所以底下的话 有Assence 这个地方 0 10 07 那你会发现 可以决定这个高度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Title 比如说我上面Title 上面呢 有一个标题 那我希望呢 给什么 名称 那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字的大小 峰Size 24 另外的话呢 X轴 比如说X的部分 就XLabel 所以上面是Title 这是XLabel YLabel 那字的大小给它 那最后Show 这样的话呢 这一行程式 把它弄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把它执行 那看到的结果呢 可以看一下 执行 那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哦 这结果好像 我这边倒到 我这边倒到 倒许 这个我这边有改过 这是1嘛 等于是它X 它到8之后 后面多两个空的 我这边 OK 这个再看一下 为什么 这个结果 多了这个地方 OK 然后 它的轴的部分 所以如果把它 这个把它改成8的话 执行一下 应该是0 它的轴对 对这样子 所以它轴的部分 你多少到多少 0到8 有没有 然后多少到多少 0到70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可以变更的 OK 其他的话 OK 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的话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将来你希望说把这个图跑出来之后 你想要存档 因为这图你将来可能要拿到别的地方用 比如你PPT上面要用 Esser里面要用 或者是网页要用的话 那你最后可以把它存档 存档的话也蛮简单的 只要两行程式 就是Sagfit 有没有 然后给它一个档名 那我把它存在 我把它储存一下 存在根部底下 A 这个是401好了 OK 那把它储存一下 你会发现这一张图 它就close 记得 close掉你会发现 它秀完之后就自动关闭了 所以它存完档 所以那假设 你希望它不要关闭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不要close 我看一下 它出现了 那不要 close的话就把它关掉 OK 所以这一行如果没有close 那就不会关 那一样我找到根部底下 所以我一样saving 之后的话 然后我想要知道说 我刚刚那张图 我把它放在c 底下的 就是python 的 20 22 这里 OK 那看一下 按照修改日期排序一下 这一张图 打开的话呢 就这一张 当然大家如果你要把它放在绝对路径的话 你也可以指向某一个资料夹 比如要让它跑 然后就会有很多张图 你可以拿来使用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401的部分 401部分 就是 同一张图 会自两条 两条线条 有没有 直接画两个线 这个你们其实可以延伸学习 就是可以拿那个之前我们抓取那个像 外汇资料 美元 人民币 那你就可以把它抓出来之后让它画图 然后 可以分别比对 甚至你可以 因为最近那个像美元 生死 其他货币 像亚洲货币 到底谁贬的多 谁生的多 那你其实也可以 把它放在同一个折线图里面去做比较 OK 那就可以看出 拿那个其他的货币的一个 升值或贬值的这个状态 就可以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 可以再跟其他的data 做一个延伸 OK 试试看 401 402也是一个折线图 这个折线图比较简单一点点 OK 它里面基本上 比较特别的应该是 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那个图例 OK 图例的位置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当然你们在用Python 会是那个折线图 或是哪一种图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用英文名称 它不会有乱码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们可以试试看 你把那个没有 刚刚这一题 里面的 这个像上面的标题名称 还有像它的X-Label跟Y-Label 你假设改成中文看看 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MAT-Py-Label 它不支援中文显示的问题 这应该是还蛮大的问题 但考试它有避开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当然不希望说你去解决 当然解决后也不困难 可是 这也是麻烦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你这边 把标题 比如说像刚刚这一题 你们可以把那个Label 这个Label 就是第十行的程式 这边有个Title Title它是一个英文的名称 当然你英文名称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把它改成叫折线图 那你在执行看看 你会发现 折线图显示出来的结果 变成三个框框 那就麻烦了 三个框框 你想说 那三个框框 如果这样要拿来画图的话 那岂不是说 我只能够用英文的吗 那中文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再解决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 我们待会再来看 也不难 只是说有点麻烦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MathPriLab 它内线的那个字型 有没有 TTF 它没有把中文的放进来 而且它也 它那个字型部分 它是自己有自己的字型 像我们电脑里面不是有什么 微软正黑体 标凯体 心系民体 它没有引用那个 我们系统里面的字型 而是它内部的字型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自己把它改动一下 这里怎么改 待会再来看 OK 请各位试试看那个401这一题 好 好